僵尸片是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的一个重要类型 从洪金宝的鬼打鬼开宗立派 到九叔林正英的僵尸仙上发扬光大 给我们留下许多回忆 1985年的僵尸仙上距今三十多年了 然而里面所用的都是真的茅山术 你们知道吗 电影中的符录也不是瞎话的 而是有据可查 此符乃得到天师中魁所画 上风印学下风印乃正轨符 上陵三清下陵一清 一笔祖师剑 请动天神调动天兵 二笔镇妖符预定九章 万鬼符藏乃镇师符 一般都是用朱砂画成的 在黄纸上用来镇住尸体因冲煞而失变的符录 一般数有大将军在此镇的符胆 符咒通过特定的符头符令符胆 秘令花字等十一种符印架构 就能组成完整的符 实际上可能是师符者通过符咒上的笔画排列 和自身的强烈意志 引动了天地间的法则与元器 达成各种神奇的效果 但拍电影毕竟不同于真正的法式 电影中的符咒和真正的符咒还是有区别的 会故意缺笔或者是略取部分结构 如果真的按照道教的步骤来 会冲撞神明的 了解了这些知识 你就明白电影是多么的用心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部经典之作 顺带给大家科普一下 木斗和糯米为什么克制僵尸 电影一开始的场景是放满棺材的翼装 大家仔细看 文采是用手扑灭的香火 而不是用嘴 别小看这个动作可是有着大讲究的 古人认为香烛是沟通天地人的桥梁 它必须干净清解 而按照道教和佛教的说法 人的嘴是造业之口带着灼气 如果灼气污染了香烛气味 天地祖宗就接收不到人间的祈求信息 电影中是为侍者上香 用嘴吹就相当于把香给污染了 你让侍者怎么使用啊 文采拉开帘子这里都是僵尸 他发现灯要灭了 赶紧将其重新点着 僵尸才不动了 文采在上香的时候 突然被一个骷髅咬了一下 他推开查看情况的时候 又被人拉了一下 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被这一幕给吓到呀 棺材里的僵尸跑了出来 文采赶紧拿起了墙上的八卦镜 他还是很细心地检查了一下 僵尸并没有少 然而一牛头一个僵尸朝他扑了过来 八卦镜却对他没用 因为这个僵尸是英叔的另一个徒弟 求生假扮来吓文采的 两人打闹间 将僵尸头上的福禄给弄了下来 僵尸将两人围了起来 危机时刻师傅英叔和四目道长赶到 制服了僵尸 从两人制服僵尸的手法来看 四目道长比较善良 英叔在这行很久了 知道僵尸的可怕之处 所以出手很重 这些僵尸都是四目道长的顾客 他带着僵尸上路了 这部电影民俗的元素很多 四目道长很明显是毛山感尸一派 感尸是传说中可以驱动尸体行走的法术 是巫术的一科 属于白巫术 人死后有一股尚于阴气 感尸人就是利用这股阴气驱动他们 现实中也确实有感尸人 不过没有电影中那么玄乎 所谓现实中的感尸 就是几个人在夜里抬着尸体赶路 由于湘西地区地形陡峭 才让路人物以为尸体是一蹦一跳的 根本就没有那种驱动僵尸 让他们自己走路的 我们继续说回电影 第二天 富贵人家任老爷 因为其副葬之时受风水先生吩咐 于20年后必须起官千葬 就找到英叔驻办此事 起官当日英叔发现任老太爷的墓地 为蜻蜓点水穴 尸体二十年都没有腐烂 旁边还飞着乌鸦 实乃不祥之兆 英叔一脸凝重 让任老爷就地火化 任老爷却说 他先父生前最怕的就是火 不同意火化 让英叔想想办法 英叔只好先把尸体放进了自己的义庄 明天再找个风水宝地下葬 英叔让徒弟在墓地点一个梅花香镇 秋生看到一坟头 二十就死了 觉得很可惜 就给他也上了一箱 突然有人对秋生说谢谢他 文才也是拿着烧完的香惊慌失措 家中出此香 肯定有人丧 秋生打开尸体一看 发福了 英叔赶紧让他们准备纸笔墨刀剑 意思是黄纸 红笔 黑墨 菜刀 墓剑 英叔先是将鸡血滴入碗中 然后和墨汁融合 滴入墨斗中 让徒弟弹在棺材上面 大家一定很好奇 墨斗为什么能克制僵尸吧 这是因为墨斗是木匠祖师爷鲁班发明的 墨斗是木光行业画线的工具 可以定准绳 画线方方正正 作为一种法器 寓意为良天地之正器 邪不胜正 鲁班也被民间和道教奉为神明 因此道教认为 他发明的墨斗具有驱邪的威力 英叔给徒弟们科普了 尸体是怎么变成僵尸的 一个人在死之前 生前憋着闷气 到死了之后 就会一口气聚集在喉咙那儿 死了不断起 尸体就会变成僵尸 英叔让两人一定将墨斗给弹好 两人打脑间 忽略了棺材底部没有弹 为后面的僵尸出事埋下伏笔 求生弄完后就要离开 文才劝他别走了 这么晚容易见鬼 求生就是不听 将香放在车头就上路了 顺着经典BGM的出现 穿着红架衣的女鬼小玉登场了 这BGM叫鬼新娘 是吉尔合唱团演唱的歌曲 由郑国江作词聂安达作曲 女鬼正是秋生白天上香的那个 小玉看上了秋生 于是顾了四个小鬼抬着花轿 在秋生回家的必经之路上等着她 她偷偷的坐在了秋生的后座 然而经过一个树干的时候掉了下来 让小玉的奸计没有得逞 还遭到了土地公的嘲笑 鬼是灵体可以轻松穿过树枝 小玉并不是被树枝撞下的 而是土地庙旁边的树枝上贴了符路 才将小玉给挡了下来 可以说是土地公救了秋生一次 义庄这边僵尸苏醒了 她出关的时候碰到了墨线 响声惊动了英书 她走过去查看 却看到是文采睡觉踢翻了东西 再次忽略了底部的墨线 第二天 英书来找任老爷谈试 任老爷的女儿婷婷十分的漂亮 文采和秋生都对她起了爱慕之心 婷婷的扮演者名叫李赛凤 她不仅长得漂亮还十分能打 算得上港圈最能打的女星之一 可惜在这部电影当了一个花瓶 除了李赛凤 这部电影的其他演员 也是很能打的 求生的扮演者钱小豪 也是打星出身 最经典的就是那个 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董天堡了 英书更是龙虎五十出身 还是李小龙的左膀右臂 想看英书打戏的 推荐你去看《败家子》 李小龙死后 林郑英才进入红金堡组件的红家班 拍起了僵尸片 我们继续说回电影 婷婷的表哥阿V队长 从小就喜欢婷婷 他对两人的态度很不友好 文才揪下他一根头发 用毛山树让阿V队长当众脱衣服 狠狠地整了他一吨 阿V队长算是电影中的搞笑担当了 英书看出了端倪 教训了文才一吨 这天晚上 僵尸成功破关 杀死了任老爷 当年看的时候就很好奇 僵尸为什么要先害自己的亲人 通过资料查找之后 有人说是因为僵尸害人的目的 是为了吸血 用以延续生命增强力量 亲人有血缘关系 能力能大大增强 所以僵尸才先害亲人 后害陌生人 觉得这很没有依据 后面又找到了僵尸先生的小说 英书说僵尸不是害 而是想亲近亲人 但是僵尸没有人性 难免出手 没情没重 那么大家是怎么认为的 欢迎打在评论区讨论 我们继续说回电影 英书从任老爷的伤口上 认为是僵尸所为 他赶紧让两个徒弟回去看看 阿V队长是个官二代 啥也不懂 还自作主张 英书当场拆他的台 他就冤枉英书是凶手 让手下将他给抓了起来 文采告诉英书 尸体不见了 英书交代两人 任老爷让僵尸杀了 今晚就会变成僵尸 他让秋生带上法器来救他 文采这边保护婷婷 遇见僵尸千万憋着气 这样就没事了 晚上英书想从牢门抬头查看情况 结果被卡住了 尴尬的是 徒弟秋生刚好过来 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英书让他帮自己一下 秋生说不管怎么做都不要怪他 秋生把带来的东西都带来了 结果糯米却成了热的 英书要的是生糯米 要撒在任老爷的周围 从阴阳五行学上来讲 糯米也是属于五行俱全的物品 而且除此之外 糯米自古以来 就是我们的主要粮食之一 在以前缺乙少食的年代 粮食越多的人家越富裕 所以糯米有一层吉祥美好的意思 《九书僵尸片》中运用到的曲邪知识 都是借鉴于道教以及各种民间传说 所以在僵尸片中 糯米从食物变成了可以去除尸毒的重要法宝 这时任老爷动了 影书赶紧做了一个服录 让秋生贴在他头上 这里的镜头很妙 秋生发现了任老爷 他转身去贴的时候 却是一个镜子 接着任老爷从镜子中挑了出来 冲击和恐惧感十足 秋生伸手脚剑 一个闪转腾挪 成功将服贴上 这时阿威队长听到动静走了过来 他发现了躲在暗处的秋生 他让手下出去将大门锁上 任何人叫门都不许开 他要来个猫捉老鼠 任老爷立马动了起来 要攻击阿威队长 阿威队长一个大跳 跳到了对手身上 差点成了一个太监 这段真的是笑死了 阿威队长的枪也伤不到任老爷 秋生没有剑死不救 飞扑过去将任老爷扑倒 救下了阿威 手下看到任老爷吓得扭头就跑 阿威只好将钥匙扔给了九叔 让他出手治僵尸 任老爷再次朝他们扑了过去 嬴叔让大家都憋住气 结果嬴叔年龄太大 忍不住了 他就腹黑的拧了阿威一下 阿威很好地吸引了火力 嬴叔和秋生布置了墨线 击倒了任老爷 将他消灭 另一边 僵尸果然来找自己的孙女了 文才赶紧将大门堵上 然而不堪一击 文才也害怕地躲在了婷婷的身后 婷婷将他拉到房间 躲在了仪柜中 文才让婷婷不要喘气 果然僵尸就看不到他们了 嬴叔关键时刻感到 他用墨斗将僵尸打飞 救下了文才两人 结果僵尸还是抓到了文才 不管嬴叔他们怎么打 僵尸都不松手 求生不好捏住他的鼻子 文才这才被甩飞 求生将僵尸引到楼上 嬴叔趁机布下墨斗衬 这才重创了僵尸 僵尸不敌逃走了 文才被咬了一口 很有可能变僵尸 阿威要将他一枪打死 嬴叔赶紧将其拦下 他有办法救 糯米可以清除他的尸毒 还有预防僵尸的效果 此话一出 在场的各位都去买糯米了 回到益庄后 嬴叔先用舌胆混合草药 包扎了伤口 然后让文才冻了起来 所谓僵尸就是尸体变硬了 完全感受不到知觉 大脑本能的想进食 嬴叔让秋生去买一些糯米回来 撒在文才的床上 然而在买米铺的时候 大家都来买糯米 老板怕不够卖 就摻了一半的沾米给了秋生 这个老板的扮演者是吴玛 也是一代猪鬼大师 最经典的艳齿侠形象 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 小玉还对秋生不死心 她再次出现在秋生回家的必经之路上 大叔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 你快点飞来我啊 嬴叔不愿意 小玉就用幻术强行驱动 让秋生来了个英雄救美 男孩子出门一定要保护自己 小玉将秋生带到了自己的住所 秋生让对方以身相许 小玉同意了 感觉秋生是知道对方是鬼啊 毕竟是嬴叔的徒弟 哪能分不清呢 他就是想舒服 秋生就这样被小玉给睡了 另一边因为摻了沾米 文才的尸毒更加的严重了 阿威这时还过来探查他的病情 文才只好用婷婷的化妆品蒙混过关 秋生回来后 嬴叔发现他被鬼缠身了 于是等秋生出门后悄悄的跟了上去 嬴叔将柚子叶放在眼上 要看看女鬼的真面目 长得真是一个销魂啊 柚子叶能看清女鬼是因为 它是民间用来祈福驱邪 避讳之物 这边年三十就会用柚子叶烧的水洗澡 就是洗掉不好的东西 通常在探病后 参加葬礼或者是进香前 都会用柚子叶洗手 嬴叔用八卦镜照射月光 给铜钱剑开光 铜钱能对鬼造成伤害的两个原因 古代的铜钱因为上面的图案 这些钱被赋予吉祥 祝福 装饰 馈赠 风水 镇库等诸多功能 其中多和道教文化有关 第二种就是铜钱是经过许多人之手的 阳气十分的重 所以就能起到辟邪的作用 嬴叔拿着铜钱剑杀向小玉 小玉变成原来的模样 用出了飞头术 铜钱威力极强 小玉挨了几下就不行了 他将求生唤醒 对他施展了幻术 求生将嬴叔看成了阿威 将师傅给暴打了一顿 小玉趁机逃走 房间变成了破庙 师傅告诉他 你被鬼迷住了 求生这句话很明显他也知道 你是我第二个佩服的男人 第一个人是许仙 为了徒弟的安危 嬴叔要彻底除掉小玉 八卦盘很快察觉到了隐身的女鬼 嬴叔用桃木剑沾上腐禄 和女鬼大战了起来 然而房间内 文才彻底变成了僵尸 小玉看到秋生有危险 冲过去救下了他 嬴叔这才发现 文才变成了僵尸 他只能一边想鬼 一边压制文才 小玉想要带走秋生 嬴叔这下怒了 他脱下道袍 将小玉给制服 求生拦下师傅 刚才小玉救了他 希望师傅能饶小玉一命 嬴叔将木剑地给求生 让他自己做选择 求生还是放走了小玉 解决了小玉 现在轮到了文才了 嬴叔这才发现 那包糯米中参了其他东西 他用药酒给文才泡身 让婷婷将糯米给分出来 给他吃 文才这才恢复了正常 嬴叔这时翻看毛山法术书籍 就是民国期间印刷的 上面记录了许多的毛山法术 阿威过来通知嬴叔 僵尸又出现了 嬴叔通知徒弟看好家 他过去看看 嬴叔刚走 僵尸就过来了 求生赶紧将门全部封住 然而僵尸很聪明 直到从天窗绕进去 文才这下倒霉了 嬴叔听到动静赶紧过来 他用墨线将僵尸打退 最后打僵尸的动作戏 真的精彩 完全不比一些武侠片差 嬴叔拿起一把关刀狠狠砍下 可僵尸毫发无损 在打斗过程中 嬴叔发现僵尸可以看见 就让求生攻击他的双眼 然而僵尸严防死守 根本不给机会 这时四目道长回来了 他控制着自己的顾客 攻击僵尸 然而这个僵尸是青草僵尸 他的那些顾客 完全打不过对方 这时嬴叔找到机会 将僵尸给制服了 他让阿威将僵尸口中的气 给吸出来 阿威太过害怕 导致僵尸逃跑了 最后四目道长 将天灯给弄了下来 这才消灭了僵尸 僵尸先生由红金堡制作并监制 刘关伟指导 许关英 李赛凤 钱小豪 林郑英 王小凤 楼南光领先主演 嬴叔饰演的《毛山道士抓僵尸》系列电影 成了许多人童年的记忆 然而之前根本不叫僵尸片 而是叫灵幻功夫片 灵幻功夫片就是将那些怪力乱神 嫁接到功夫片中 第一个灵幻功夫片就是 红金堡1980年的《鬼打鬼》 电影成功将功夫 喜剧恐怖三大元素融合在一起 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 香港功夫片的全新类型 灵幻功夫片就此诞生 接下来趁热打铁 如法炮制了人下人和人下鬼 完成三部曲后 红金堡就转到幕后了 这时我们的英书也是红家班的成员 灵幻功夫片的大旗 自此正式交给了 曾在《鬼打鬼》中 展露头角的英书手中 1985年 一部《僵尸先生横空出世》 这部原本不被任何人看好的作品 却在上映后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毛山和僵尸两个词映入大家眼中 由于林正英拍摄的《僵尸先生》 实在是太成功了 这部影片使灵异鬼怪与功夫 还有喜剧元素相结合 带给观众不一样的观影感受 从此这类影片才被统称为僵尸片 林正英也被誉为僵尸片的开山鼻祖 之后专属于香港电影的僵尸大时代 就此正式拉开序幕 火热程度在港孔历史上 简直可以用前所未有来形容 在僵尸片中一直以来 英书的光环太过辉煌 导致许多人不记得导演刘关伟 其实他才是鬼片名导 后面的僵尸家族 新僵尸先生也都出自他手 片中的毛山之术都是他的创意 因为他的伯伯是毛山师傅 小时候经常听到这一类的故事 就将他们运用到了电影中 有观众就会好奇 林正英在道教中算什么级别 想要知道这个问题 就要了解道士的等级 道士的级别有着不同的划分 在三栋修道仪中 按照男道士的等级划分为九种 从高往低分别是 动神部道士 高悬部道士 升悬部道士 中盟动悬部道士 三栋部道士 大栋部道士 居山道士 洞渊道士 北地太悬道士九种 按照女道士的等级划分为八种 从高往低分别是 正一盟微女官 动神女官 高悬女官 三悬女官 中盟女官 三栋女官 上青女官 居山女道士 除了等级还有修行的境界划分 在三栋修道科界中 境界分为六种 一天真道士 二神仙道士 三居山道士 四出家道士 五再家道士 六祭九道士 天真是修道的最高境界 这个级别的道士 已经达到了与道合真 阴阳合一的状态 可以洞悉世纪的本领 像全真祖师吕洞兵 就属于天真道士 神仙 顾名思义就是指 通过修炼非生的神仙 在道教中 非生是指 拥有极高修为的存在 自身能量达到饱和 不被这个世界所包容 成功则破碎虚空 去到他界 失败相信各位已经知晓 非生一直以来 被各种道教所信仰追随 更是每个道教人士的 毕生努力的目标 有人推测历史上 张三丰就是非生得道 山居的意思就是 住在山里 从明朝刘伯温展龙脉开始 灵脉开始溃散 灵气逐渐衰落 所以山上的灵气比较充足 这些地方也被道教称为通天福地 道士们为了体悟天人合一的境界 往往会选择远离城市喧嚣的地方 到山上进行修行 更好的正道 这一类的道士就是山居道士 出家 出家是道教的一种修行方式 他们抛弃城市间的功名利路 不惜前往破旧的道馆一心修道 目前 玄真派的道士 依然奉行出家修行的戒律 玄真祖师王崇阳所作的 崇阳历教十五论规定 凡是全真派的道士 必须出家助冠修行 出家道士不能结婚 素食 而正一派的道士可以结婚吃婚 所以大家在网上看到 结婚的道士不用大惊小怪 在家 在家道士属于新出家 不用去道观在世俗中修行 这其实比出家道士要经受考验更多 祭酒 最早的祭酒是一种神职 原为响宴时酣酒祭神的长者 乃德高望重者才能贪任 道教创立祭酒成为了道士神机的称谓 在历史上随着各朝文化的影响 对道士按修行程度和教理造诣 有不同的称谓 天师 法师 炼师 祖师 真人等 天师指道教创始人张道林 获其四号之后裔 电影中没有交代 林正英在电影中是什么等级 有观众就说 在电影中林正英身穿黄衣道袍 能不能从道袍分析 对于古代官员而言 不同的官职品级 对应不同的服装颜色 由此而形成的制度称为品色衣制度 道教的道袍也是如此 网上有一张爆火的道士合照图片 就坐在最前面 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道教道袍指道教图穿在外面的长袍 可以分为大褂 德罗 戒衣 法衣 花衣 纳衣等六种以上服装 大褂是蓝色 款式最简单的一种道袍 道教图日常穿用 德罗也是蓝色 即将成为正式道士的标志 参加宗教的时候才能穿这种衣服 戒衣 黄色 寿戒道士的一种代表 黄色属土 土可化育万物 代表庄重 欲有道化万物参赞化育 花衣 又称 斑衣 对筋 长级小腿 无绣披 绣长随身 上面亦有各种绣花图案 但叫天仙洞衣显得简洁 举行大型摘教科衣时 众经师主用此衣 纳衣 译成纳头 今日道士都已不用 大金 长级小腿 多层粗布缝制 略为粗着 云游在外的道士 打坐时穿用 抵御风寒 少数道士还保存着 过去代代相传的纳衣 而法衣是道教法式的专用服饰 法衣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含义 红色法衣 上等法师所着 上表祈福所用 青色法衣 中等法师所着 拜斗祝寿常用 绿色法衣 下等法师所着 散人仙客一着 而黄色法衣 是天师圣主 是王者的穿着 是法衣中最好的一种 而紫色是最特殊的 它是最尊贵的象征 只有举行大型摘教科衣的 道长法师的高工者 才能身着紫衣 大家肯定好奇 古代皇帝穿的龙袍是金色 不应该是最尊贵的吗 非也非也 道教用紫色代表 是因为传言 道祖老子齐牛出关时 子气东来 故道教崇尚紫色道服 唐宋以来的皇帝 已多次给明道高真紫色道服 大家认为林郑英穿的道袍 是不是就是黄色法衣 王者的穿着 其实不然 因为林郑英在电影中的人设 不是正式的正一道教 也不是正式的全真道教 而是茅山道士 道教分为全真道 与正一道两大系统 而茅山道教是正一道福禄派 茅山是正一道教的主要道场 但林郑英却不是正宗的茅山道士 其实茅山分为两派 一个是上清茅山 即茅山上清派 是传承了千年的道教大派 是正统的道教体系 出过很多名人 上清派以清虚为教义 重视老庄思想 恋神以养形 驱鬼降妖并非主业 在历史上如陶红井 杜光廷 司马成真等上清派宗师 皆以道德高庙 清净绝尘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著书传世 另一个是茅山法教 这是个民间结合道教 乌教等所形成的一个 以法术为主的民间体系 电影中的英书就属于这一派 李老君认为正法太温柔 不够狠毒 从道教驢山教分离 创立茅山派 茅山法教最开始的说法 其实本名叫做茅山 后来经过发展 因为茅与茅发音相近 就被叫成了茅山 两者还是有联系的 都属于道教 其实林郑英穿的道袍 并不是正统道士们穿的衣服 他的装束乃是一种 广东民间道士的穿法 名为南无老 是专门在葬礼中 为先人超度 或者是主持民间拜神活动的道士 在广东 香港 澳门 都经常能见到 所谓的南无 其实是对南无的一种误督 在两广地区 以前对于和尚和道士 分的并不是很轻 久而久之 佛门的南无阿弥陀佛 也被用来形容道士了 香港地区 对于这类鬼鬼神神的东西 信的很深 走在街头 都能看到各种算命的广告 南无老的数量自然不少 当初林郑英的电影在制作时 其装束 参考的应该就是南无老的穿法 而英叔所戴的帽子 也是大有来头 现今道教有九金之说 混元金 庄子金 纯阳金 九粮金 浩然金 逍遥金 三教金 一字金 太阳金 林郑英所适应的道长 所佩戴的就是 其中的九粮金 为正一派道士所戴之金 古典小说中 常有对这样道家人物的描写 头戴诸葛九粮金 身穿八卦道袍 九粮金又称九阳金 九粮金形状为帽子 前面有四屋脊一样的九条缝 道教中九为最大数 又为阳术代表天 所以戴九粮金 代表着道教天人合一的思想 包含了道教徒 释放上天的意思 也体现出阴符经 观天之道 执天之行的宗教思想 了解了这些知识 就明白英叔为了拍好电影 是多么的用心和认真了 就是他们对电影 十分的用心和真诚 才让僵尸电影可以活起来 中文字幕录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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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